师父开设过南京菩萨 比如小孩学习啊 可以求南京菩萨 因为师父也开设过南京菩萨是掌管土地的 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 平时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南京菩萨掌管土地的 瞎搞了 土地啊 不是土地 南京菩萨我告诉你非常灵非常灵 他在帮助 观世音菩萨 在人间弘法救度众生的 他的法力很大的 我只能讲到这里 明白了吗 他而且是协调 天上很多各种宗教的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啊好了 啊弟子错了 弟子灵 南京菩萨我告诉你 当年在人间的时候 他就是等于能够非常厉害的 他就手一指你的癌症就没了 或者你就肿不肯定了 当然当年就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求他 求他灵得不得了了 哦 那南京菩萨就是曾经在过南京 是吧 对了 而且在农村当时 人家都叫他活菩萨了 活佛 而且我告诉你 他当年很厉害的 他在江泽一带地方 就是像扬州啊 啊 那个南京啊 就这这一带地方 都知道他 他就是说 可以让人家死掉的人 可以醒过来的 当年 都有历史记者 哦 很厉害的 嗯 我告诉你 他现在在天上的 把力大得不得了 好了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开始 谢谢师傅开始 而且他很慈悲啊 所以很多人傻了 你供供南京菩萨的话 你不知道灵多少呢 嗯 嗯 可遇到事情 也可以求南京菩萨是吧 那当然了 你看看看看 哎 这有些话 我就不想讲了 因为我 我 我是想 反正你们好好修 对不对啊 就是说 尽量尽量不去求菩萨 如果真的 什么大难啊 你求求南京菩萨 当然也很灵啊 灵得不得了的 嗯 明白明白 师傅 明白师傅 嗯 好的